國際消息來關注 美國和中國政府昨天晚間宣布了 可謂一年的拜席會 將在15號與美國舊金山登場 那麼這也是中國家主席習近平 可謂6年再度訪問美國 美國資深官員表示 這次的會談將觸及廣泛戰略議題 美國總統拜登也會重申 美國對台灣的政策立場 並且呼籲中方 不要介入台灣與美國的選舉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